好 再来关注台风最新的动态 中台卡努是持续地朝着北台湾的外海前行 那么气象局在昨天的傍晚 针对了新北 基隆 还有在宜兰地区发布了路上台风警报 今天来说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宜兰县 由于宣布风力达标 今天停班停课提供大家这个重要讯息 那么卡努台风目前达到了中台的上限 今天白天暴风圈就有机会接触到了北部陆地 不过接下来台风的移动方向 看到了呈现出一个非常大的V字大回转远离台湾 主因是位在台风北侧的负高压减弱了 同时台风南侧的负高压增强 进而牵引台风会呈现这样偏北的回转 那么顺利的话 这个周末台风就会往东北方加速朝日本来前进 因此今天天气感受上来说是在北部地区 昨天的雨都还是一阵一阵的 不过接下来降雨的空档会越来越少 而迎风面的西半部地区来说天气整体都不稳定 同时在西南风季风增强之下 中南部地区也会渐渐地转为持续性的降雨 甚至这个雨势会比北台湾来得大 也有机会出现短时强降雨 累积雨量有机会达到局部大雨或者豪雨的等级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大雨特曝范围 整个苗栗以北的北部地区都在特曝的范围之中 而中部地区中头云加 目前主要影响地区还是局限在山区一带为主 而我们从定量降水图进一步来看 今天在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北角一带 受到了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北海岸这一带的风雨目前是最为明显的 而中部以北整体的降雨也持续的变多 雨停的空档变少 而到了晚上也有变化 很明显的看到了中南部地区的降雨也逐渐变多 这就是西南风发威所带来的影响 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到 这个反观东台湾地区来说 因为这个被处被封测产生了这个沉降的作用 局部地区可达36度左右 而其他地区来说白天普遍在31到33度之间 好今明两天受到了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还有在西南风增强的影响之下 在北部地区中部还有在南部的山区 尤其雨势都是比较明显 在明天来说中南部降雨更是有感 而到了星期六日一在卡努北转之后 台风的影响逐渐僵尸 我们看到这个北部东半部恢复成午后雷震雨 但是看到提醒了中南部地区民众 西南风的接力影响之下 降雨的范围反而变得更广 而且是持续性的降雨 提醒在中南部地区观众要留意 好今天的小丁宁 明溪半部山区可能会出现豪大雨 出入要小心 而北部东部沿海开始掀起了长浪 确保安全请停止一切的海上作业 接下来就带您关心 隔地更详尽的温度预测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露阶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